本台从今天起推出新春走机层系列 记者将深入深度贫困地区 记录脱贫故事 感受奋斗精神 西藏从2016年开始 在全区启动异地扶贫搬迁 涉及26.6万人 为西藏与四川交界的 金沙江峡谷三岩片区 正是西藏脱贫空间中的 南中之南 困中之困 尖中之间 今天的新春走机层 脱贫空间一线见闻 记者走进高海拔地区的三岩人家 看他们如何走出金沙江 打开新天地 这里是拉萨北郊的一所职业学校 正在接受厨师培训的 37位年轻人 都来自昌都市贡厥县 也就是被称为 西藏脱贫空间南中之南的 三岩片区 那里离拉萨1400多公里 就在上个月 他们通过异地扶贫搬迁 来到了拉萨市达兹区 幸福新村安乐新家 那你觉得你喜欢这样的新的生活吗 为什么呀 熊松乡是个半农半木乡 人均耕地只有0.8亩 全乡现有的318户中 有238户属于建档利卡贫困户 贫困发生率超过70% 因为地势陡峭 村民只能把房子建在斜坡上 村民阿旦刚刚报名参加扶贫异地搬迁 47岁的阿旦从小就居住在这片大山里 碉楼是他们的传统藏式民居 一楼养牲畜 二楼住人 三楼储物 阿旦家有五个孩子 是一位建档利卡贫困户 2019年 依靠种地 放牧 挖虫草 加上寻山护林的工艺性岗位 草场补贴等 他家收入有4.8万多元 算是脱了贫 但村里的自然条件恶劣 种地没有出路 2018年5月 西藏正式启动三岩异地扶贫搬迁 侵入地包括拉萨 林芝 山南等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 上个月初 阿旦一家和137户三岩人家一起 坐上了搬迁的大客车 路上开了四天 终于来到了拉萨市达兹区幸福新村 搬进了新居 阿旦家的新房有9间屋子 225平方米 全家9口人 人均住房面积25平方米 客厅 卧室 储藏室 一应俱全 搬迁出来的孩子们 就读的新学校是达兹区中心小学 因为已经放假 学校专门安排了一次参观活动 校园跑到飞机模型 都让孩子们大开眼界 学校还开设了20多个兴趣小组 这些都让带队的供决县 熊松乡小学校长 央宗很满意 那边办一个教学办可以说是放牛的那种 因为家里面又缺乏劳动力 小孩不得不让家长请假 那到这里来就是完全可以保障 完全全都可以全心地投入到教学办 所以一直在为小孩们感到平心 特别特别的开心 经过政府的免费培训 现在阿旦和他的两个大女儿 也分别找到了保安和食堂服务员的工作 平均每月工资都超过3000元 达字区还有一百多家企业 今后还将为搬迁出来的新居民提供更多的岗位